美国之所以能在很多国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 不仅是因为它有强大的经济实力 更是因为它们在雄厚的军事实力与强大的工业基础上 构建起的现代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系统 美国是现代军事力量领先的国家 我们都知道战争分为冷兵器时代和热武器时代 按战场可以分为海陆空战场 那不管在哪个战场决定现代战争走向的 主要是热武器中的尖端武器 它们的存在往往会瞬间改变战场的局势 而美国正是对这些武器的研究领先于世界 才会在军事领域长期处于霸主地位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美国展现出了超强的战略投送能力 短短用四个月的时间投送了50多万士兵 1200万吨粮食 2000多辆主战的坦克都被运送到了第一线 这是自从二战结束之后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一场军事运输 放到现在都没有几个国家可以搬到 海湾战争正式开始之前 许多国家都认为 双方国家军队会以坦克和装甲车的对战开始战局 但战争刚打响 美军直接用武装直升机打头阵 紧接着各种战斗机轰炸机加入战斗 在巴格达上空进行无限制的轰炸 并且美军选择在夜间进行空袭 所以伊拉克根本找不到轰炸机在哪 无法对轰炸机进行反击 紧接着700架常规直升机也投入到了战斗 伊拉克的防空导弹有很多 但是他们的防电子干扰能力太差 美国使用电子干扰设备 直接将伊拉克的雷达给废除了 美军还在战争中使用了反辐射导弹 只要伊拉克开启雷达 美国的反辐射导弹就会发动攻击 为了保证空袭的绝对胜利 美军一天起飞300多架次加油机 24小时不间断地给空袭人员的战斗机加油 除此之外 美军停在红海和波斯湾的军舰 发射了上百发的导弹 经历了一两个小时的飞行 成功地击中了1000多公里以外的目标 美国让海湾战争成为了一场现代化战争 现在是信息时代 作战模式多种多样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 已经不再是有生力量的多少 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 各个国家军事发展的方向 都是利用武器装备 进行快速有效的打击 尽量避免人员伤亡 如果想减免伤亡 就意味着想要进行大规模人员的地面作战 是行不通的 毕竟地面作战就必须要有地面战场 一个发生战争的地区 它的经济发展必定会倒退几十年 这是每个战场国家都不愿看到的 而战争中的国家都不希望战场是在自己国家 都不希望战争给自己国家带来太大的损失 这就意味着海上力量与空中力量 是现代每个国家军事发展的侧重点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 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与空中力量 而美国武器开始领先于世界 起源于二战 而在二战时期 美国是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航母的国家 当时的美军航母数量高达一百余艘 而那段时间也是美国造航母最疯狂的时候 平均一周一艘航母 建造速度之快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在美国四年的参战时间中 美国海军一共建造了一百四十七艘航空母舰 也彻底奠定了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胜利地位 在当今世界上 美国军事实力要远超世界各国 自从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已经在全世界称霸了三十年 美国作为实际上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 海陆空三军当中拥有的武器装备 有很多领先于世界 有的武器装备甚至只有美国独家拥有 其他国家根本没有建造出来 经过太平洋战争 美国深知航母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二战结束后 美国加大了对航母的研发和投资 直到现在美国依旧是世界上拥有航母最多的国家 航母被称为海上霸主 目前没有哪个国家敢跟美国叫板 毕竟重型核动力航母只有美国一家 美国拥有的航母不仅先进 而且数量也是非常的多 现在有11艘核动力航母正在服役 其他国家除了法国拥有一艘排水量为4万吨的核动力航母之外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常规动力航母 美国最先进的航母是福特号航母 而福特号航母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航母 这是美国花费了130亿打造的新型航母 也是其型号当中的第一款航母 在2017年的时候 美国海军的福特级首舰福特号航母正式服役 这艘航母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当时的美国总统信心满满的向外界宣布 福特号航母是世界历史上最新最大最先进的航母 在这场服役仪式上 美国总统不断称赞该航母的性能卓越 自信满满的表示 当福特号航母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敌人会因为恐惧而瑟瑟发抖 美国对于这艘航母寄予了厚望 因为该航母的纸面数据确实是当时最优异的 福特号航母是美国历经40余年第一次推出新级别航母 福特号航母全长337米宽78米 最快速度超过30节 该航母排水量在11多万吨 能携带75架左右的舰载机 再加上无人机预警机直升机等差不多在90架左右 为了提高战斗力 美国十分重视该航母的性能 为其配备了不少先进的雷达电子技术等 同时能够承受核弹打击 美国福特号航母相比之前的航母 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 那就是采用电磁弹射器 相比之前的蒸汽弹射器 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更高 日出动舰载机可达到300多架次 电磁弹射器与蒸汽弹射器相比 电磁弹射器简化舰上维修工作 电磁弹射器将自动进行状态监测 可以发出系统失效的预报 和在完成维修工作后 统计其可维持保持多少次弹射 舰载机用它比用蒸汽弹射器 节省劳动力成本达30%以上 因此几年下来节省的费用 足以抵消开发电磁弹射器的成本 电磁弹射器的另一个重要优点是精度高 它将提高航空母舰弹射飞机 从轻型到重型的能力 电磁弹射器将允许用闭路 控制整个弹射过程 并对弹射性能进行更加严密的控制 以减少弹射硬力对飞机的作用力 电磁弹射器重量和体积只有蒸汽弹射器的一半 并且与海军正在努力研制的全电力系统舰匹配 它能更好地利用动力来进行操作监视 美国为了更换目前使用的液压系统 电磁弹射器设计可以制造成 以电力为基础的飞机阻拦系统 福特级航母战力是全球当中最强的航母 可以说是绝对领先世界的 福特号舰载机主要为F-35C隐身舰载机 F-35战机主要分为三个型号 分别是F-35A空军版本 F-35B短距垂直起降版本 和F-35C舰载机版本 F-35C舰载战斗机是F-35战机家族中 体型最大 作战半径最大 综合作战性能最强的型号 目前确定采购F-35C战机的用户仅有两架 一个是美国海军 确定采购260架F-35C舰载战斗机 另外一个用户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计划采购80架 也就是说F-35C隐形战机的计划总产量是340架 这也是F-35隐形战机产量最少的机型 而隐形战机当中最强的应当是B-2隐形轰炸机 B-2轰炸机作为美苏冷战时期军备竞赛的产物 它诞生的年代距今已经有30多年了 当时B-2刚配备给士兵的时候 就传来了苏联解体的消息 所以美国空军当时是订购了20架 虽然数量不多 年龄也比较大 但依旧是让人弹之色变 B-2轰炸机是全球唯一一种能隐身的战略轰炸机 机型十分科幻 像是外星产物一样 无论是内部结构 还是外表布局 都能让它反射绝大多数的雷达探测 仅仅是身上的隐身涂料 就让许多小国家望而却步 要是进入防空实力一般的国家 它们的防空网就像是不存在一般 B-2不会受到任何威胁 它的外形性能指标 即便是放在现在 都是世界一流的水准 1964年洛克希德公司将隐身设计 跟反雷达喷涂的材料结合在了一起 导致雷达监测不到飞机的存在 B-2战略轰炸机的隐身能力 并不仅仅依靠自身的形状 其机身上面覆盖的特殊材料 能让B-2隐身轰炸机表面 保持着均匀的电导率 十分有效地减少了雷达波反射 B-2没有任何防御能力 最大的优势就是隐身 一旦接近敌方的领空 你就得跟全世界切断联系 最大程度地降低无线电传输 带来的电子反应 无论多么细微的无线电信号 都会降低隐形的效果 B-2轰炸机虽然不能被雷达侦察到 但是依旧能够用肉眼观察到 B-2装备有波音公司研发的制导武器 它的能力就是让自由落体的导弹 变成精准打击敌方的致命武器 B-2轰炸机能够携带 16枚2000磅杰达母炸药 或者80枚500磅的同类炸药 在B-2接到进攻任务之后 计算机会模拟出一条最佳的进攻方式 轰炸过程中 驾驶员是看不见炸弹是否被投下 要是有炸弹没有落下 显示屏上面就会报警 出现巨大的黄色斜杠 B-2机身中心线以上的位置 安装了四台涡扇发动机 每台净推力为8618千克 这四台引擎完全贴合B-2一开始的设计理念 但是它的最高时速只有0.95马赫 属于亚音速 最大升空高度是15200米 机内载油量是75.75吨 有着11100公里的续航能力 对于轰炸机来说 只要配上空中加油 它们就能飞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您还知道哪些世界领先的武器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